这是女孩最直接的告白方式 为了能和大她28岁的男人在一起 她甚至每晚都会在床上练习被抱的动作 这天小菊收拾餐桌时 却意外发现了顾客落下的手机 店长知晓后 想过手机就追了出去 然而出来后才发现 对方已经骑着自行车走了很远 眼看无法追上 想等顾客发现后自己回来去 可一旁的小菊却夺过手机 看着飞奔而去的小菊 静腾都猛了 他从未见过跑得这么快的女孩 殊不知小菊曾是学校田径部的王牌 但在一次训练中不小心伤到了跟剑 他也因此痛失梦想 也就在那段最绝望的时间里 小菊在餐厅遇到了静腾 最终手机成功地归还给了顾客 看着如此帅气的小菊 静腾两眼放光 可不等他夸赞两句 小菊一屁股就瘫坐在地 静腾见状慌了 赶忙跑到店里取车钥匙 丝毫没在一店员打碎的250个盘子 然而等车开过来后 静腾又犯了难 因为此时的小菊已经无力起身 来到医院后 医生让小菊脱掉袜子 可刚要动手 却发现静腾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要知道他已经两天半没洗脚了 为了避免尴尬 小菊提醒静腾赶紧回去 看了看手表确实也不早了 便打了声招呼先行离开 而经过检查 伤势并不严重 只是轻微的严正 休养几天就能走路 回到家的小菊躺在床上 一边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 一边抚摸着自己的身体 那温软的触感苏麻她的全身 眼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一旁的手机却突然响起 看着那陌生的号码 小菊满脸不悦 然而接通后 手机里竟传来了静腾的声音 小菊高兴坏了 本就泛红的脸颊变得更加羞红 一时的兴奋导致静腾说了什么 她都忘了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她终于有了静腾的联系方式 备注好号码后 小菊拿出了她许久未用的指甲油 细心地给自己做了个美足 第二天 在家无聊的小菊准备出门去趟超市 可刚走出家门不久 她就看到了站在路口的静腾 正愁找不到地址的静腾 也看到了小菊 她赶忙跑了上去 原来静腾是为了上次的事情 来登门道歉的 可不巧的是小菊的母亲并不在家 想着不能白来一趟 静腾便邀请小菊来到附近的餐厅 等餐的期间 静腾关心起了小菊的伤势 说着还俯下身去 听了小菊的声音 听了小菊的解释 静腾尴尬不已 而小菊却忍不住了 静腾冬可不可? 比较小的白天的黑영就是紅色呀 啊渴臭 啊 那不講 persu 以前是不同的 causa摓韢梅 同時 那我以後都的味ör 我懂得很異 var 其實挺辨 off的 我要來我的es 回来后的静腾看着窗外繁华的景象 表示小菊就算不去她店里打工 在这附近也能找到更合适她的工作 然而小菊却说这里什么都没有 在这里什么都没有的话 哪里有什么都没有 我喜欢店长的事 我喜欢店长的事 未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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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 就… 到…